請各位自行在H欄的地方 多增加一個欄位叫VBA 那我們希望做出來就是有四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都按下去這邊清除掉 這個應該前面寫過嘛 其實程式只有三行 第一個的話插入一個SUB 第二個的話 For I等於第二列到第七列 把它的H欄的這個範圍資料 塞空置串 就兩個雙引號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把這個公式有沒有 輸入到這邊來 OK 所以按下乘七底線公式 一樣會做出一樣的結果 但是這個地方看到 它裡面放的是把這個公式放到這邊來的動作 OK 然後呢 清楚 再來就是說 這個是公式 可是另外一個是什麼 我如果不要公式 合格不合格 你會發現這裡面並不是把這個公式放進來 而是怎麼樣呢 在Excel裡面 我做好之後把合格不合格做判斷 自動丟到儲存格裡面去 最後的話呢 做成績多重 裡面放的呢 也不是一個公式 而是最後的結果 那也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呢 實際上是在VBA裡面做好判斷 再把最後的結果丟到那個儲存格的道理 OK 應該有印象吧 反正這個我想我們前面都有做過 只是說呢 你要慢慢熟悉它 好 那將來呢 其實這些東西主要就是說什麼 你不需要動滑鼠鍵盤 直接用程式自動就幫你全部完成了 而且這些東西哦 它可以不是只是單一個動作哦 你可以把很多動作全部串在一起 全部串在一起就全部通通做完的意思 也就是說你可能一個資料裡面 你做了非常多的動作 那你可以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一個按鈕全部解決問題吧 甚至連報表 甚至連列印呢 甚至連email全部都ok了 那全部等於是你所有的一整天 一整個早上的事情呢 一個按鍵呢 就可以通過完成 這是主要的目標啦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哦 怎麼做 這四個按鈕 OK 所以 其實剛剛那個有一個 這個日監部的學生來哦 他主要想要退學 我一直鼓勵他不要退學 我當同學問說 這個 他有點擔心嘛 那 其實我們這個課我是覺得 大概主要因為沒有時間 不然的話 其實應該要給你們一些作業 好像那個日監部的同學 他們是一定要每個做 上完課就要一個作業 上完課就要一個教一個作業 沒有教作業就被當掉 所以他們他很擔心就是沒教作業 會被我當掉 那我一直跟他講說 你至少有教 有教就有成績 你就是不要不教 持教 一定比不教來的好 OK 那甚至你可以跟我講說 你可能因爲什麼事情 耽誤了你繳交作業的時程 那跟我講一下 我是可以接受的 也許我成績不會給你 完全的成績 但是我肯定會打一點點折扣 OK 所以其實 所以我建議你們回去有時間 自己要練習 OK 因為我們這課沒交作業 不過我很希望說是會交作業 我怕因為你們上班已經很辛苦了 下班來 要遭受的荼毒 不來上課了 所以 我主要還是希望鼓勵性質 OK 所以這四個按鈕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按步就班來看 如果目前 假如這個按鈕不存在 你要怎麼把它變出來 我們的步驟一 也許以後你就按step 如果你不記得 你把step寫在一個小抄裡面 按step有沒有 一個一個總會吧 而且step不多 沒有幾個step 所以我們step一 是到哪裡呢 開發人員 這個什麼呢 visual-based 有沒有 OK step二的話 原來 其實我是把它寫在這邊 總共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四個sub 實際上就是四個按鈕 OK 所以有幾個sub 對應到的就幾個按鈕 得以示哦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有四個按鈕 那你其實就是四個sub 懂意思吧 OK 那所以我先把這個模組先刪除 我重來好了 不然的話 我怕有些同學可能 那當然其實慢慢你要守了 所以我們一個一個來 第一個按鈕怎麼做 我先把這個移除掉 那當然原來是長這樣子 所以一 一 開發人員 把visual-basic打開 二的話呢 就按右鍵 插入模組 OK 所以應該可以 知道我要做什麼 這個是一 打開它 二 插入一個模組 OK 三的話呢 再插入一個sub 把乘字寫出來 四 再做按鈕 五 就OK了 以後的話 你做vba 就五個步驟 應該沒有複雜啦 我盡量不要太多餘的動作 再來就是你把程式 通通放在sub裡面 事情就搞定了 大體上就這樣子 那有沒有其他的 有 那你就另外類說 那是例外的狀態 我們先把這 如果這是你會的話 後面應該我想慢慢 你只要把程式學熟了 以後呢 任何工作都可以用類似的方法完成 OK 我們來看 一 二 插入我們的模組 三呢 加這個叫成績公式 你可以這樣打 最簡單 我是覺得 你可以從插入這邊程序 或者是說 另外你打一個sub也可以 打一個sub開頭 通一格 把名稱打上去 直接Enter就可以 sub什麼Enter 他就會自動幫你補什麼 補一個小瓜糊 跟一個Enter sub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 然後呢 再來什麼 把程式寫出來 寫什麼呢 寫剛剛的這個 我要做什麼 你就把範圍告訴他 我要做這些動作 i的範圍是等於什麼呢 第二列到第七列 Enter兩下再打一個nets 然後移到中間按個tab 做什麼呢 幫我輸出到這裡 這裡是什麼h 所以你就是sales 那個儲存格 一個一個儲存格 哪一列呢 第i列 因為從 這個sales一定要先列 豆點在h欄 所以你打一個h 記得前後要雙引號 就是那個欄一定要用文字 等於什麼呢 等於先打個雙引號 其實基本上這樣是清除的意思 所以其實這一段寫完 你可以把它複製貼過來 我習慣拖拉加坎授鍵 那這邊的話 其實就把它改成清除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第二段的sub就寫完了 那實際上清除有沒有 就是寫這樣就ok了 那丟公式的話呢 我們怎麼丟呢 基本上你就把什麼 把這個公式 放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這個公式 所以這個公式點一下 1 2的話就把它複製一下 按取消 那我講過 這邊可能要兩個地方要注意 因為它裡面有雙引號 所以記得你先把剛剛的這一串 直接貼到那個 所謂的附屬用程式裡面的記事本 把它做什麼呢 做編輯裡面的取代 取代什麼呢 一個雙引號變兩個雙引號 全部取代 OK 然後把這一段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你的Visual Basic裡面的這個雙引號裡面 就ok了 第一個步驟 那再來的話 把這個先縮小 再來當然它現在應該直接執行 是可以執行 可是 因為那個列號都是第二列 所以 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都A 為什麼 因為它只有抓這個F2 這個是F2 下面這個也是F2 它沒有跟著變 所以我需要怎麼樣 把這個程式裡面的 這個2的部分變成I 那我前面講過嘛 還記得把口缺 這個可能很重要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end兩個 再移到中間加個I 這個應該已經講了很多遍了 所以如果你是多練習幾遍 我大概練習5遍 應該你就 應該就不會忘了 有沒有 然後空白一下 有沒有 然後再把這個2 用這個雙引號到雙引號的這一串有沒有 把它貼到這個2 因為它這個就是把2的第2列變成一個I I的話是會變的嘛 2到7嘛 它就會跟著變了 然後再貼 三個 貼完之後的話 程式就寫完了 寫完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來run一下 按執行 就是郵標放裡面的話 把它程式這邊按執行 我先拉小一點 這樣就可以看到 這邊執行 有沒有 結果跟旁邊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這樣的話就等於是什麼 把公式幫我丟到這個範圍裡面 這個我想前面都有做過 只是我們做個複習 那這些東西都一定會用到 所以你多做幾遍 我想你也忘不了了 再來的話就是再來這兩個按鈕 這個是丟公式 這個是清除 OK 所以清除的話應該沒問題 那再來的話 如果說我不是要丟公式 也不是要清除的話 我是要怎麼樣 我是要丟結果 是合格不合格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 一把這個公式一樣 複製下來 這一段嘛 sub到 end sub 然後呢 把 乘七這個 底線公式delete掉 那我要輸出的話 特別重要 如果你現在把後面公式 改一下 改成叫合格的話 比如說這邊叫合格 輸出 這個叫輸出合格 可是問題 如果你現在把他輸出的話 他變成全部都合格 可是我要的是什麼 有一些要合格 有一些要不合格 所以特別注意哦 也就是說在這裡面要多加一個邏輯判斷 邏輯要怎麼寫 其實呢 我們好像前面有寫過這一次的 在上個禮拜 一幅 一幅哦 所以你要敘述一下 跟他講一幅 如果什麼呢 哪一個儲存格 你要去抓的儲存格在哪裡 在這裡 這一個儲存格 裡面的資料呢 假如是大於等於 什麼的 60的話 那我就輸出合格 反之輸出不合格 哎 這寫法特別注意哦 這個可能要慢慢習慣哦 反正以後你看到你就會寫了 如果呢 所以那個儲存格叫Sales 哪一列呢 因為跟著 I要跟著變嘛 所以他一 第二列第三列 所以 逗點 後面的話你就一 如果呢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假如大於等於60的話 空一格Zen 特別是哦 邏輯一定是寫成這樣 一幅 然後邏輯就寫在 判斷這個這個後面 然後空格後面加一個Zen Enter兩下呢 打一個else 反之 再Enter兩下打一個 那特別注意哦 這個是 BBA裡面邏輯判斷 一定要的一個架構 一定就長這樣 以後只要你要寫邏輯的話 請你務必要把這個架構記下來就好了 有點像填空題啦 OK 反正 有的時候你要學程式哦 其實也不是說所有東西叫你背起來 不用啦 你就把那個有點像是架構差不多長這樣 你就把你要填的東西填到那個架構裡面 不要填錯 成就OK了 所以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啊 沒有那麼複雜 真的 OK 應該可以 懂那個邏輯 而且其實是還蠻有趣的 我覺得 我每天寫成是 我都覺得其實並不是說 就不是說什麼東西要憑空想想出來 好 再來什麼 你就把這個放在裡面去有沒有 如果他是大於等於60的話 那這個叫處 處就執行這一行 如果是的話哦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就執行L下面這一行 不是的話呢 那就執行什麼 其實你可以把這一行複製下來 改一個什麼呢 不 對 這樣應該可以懂吧 所以其實應該可以看得懂我在寫什麼 只是說 你們剩下來就是要把它熟練 我看 很多同學說 老師看你寫的好簡單 切過來我們想半天都忘光光的 為什麼 熟練跟不熟練的差異啦 所以其實剩下來就是你把它熟練了 那你也可以跟我一樣寫那麼順 OK 剩下就是時間嘛 所以我說 其實很多人會但是他做不出來 所以要不熟 所以你就 上班的時候花一點時間嘛 反正練嘛 打個 三遍五遍應該也差不多了啦 OK 來再把它執行 有沒有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結果呢 跟我們VBA的結果是會一模一樣 為什麼 其實差別就是一個是用函數做的 一個是用VBA做的 那結果不一樣 結果沒有不一樣 OK 所以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我們已經做了三個按鈕 一二三 其實這個結果雲端上也有啦 所以如果你怕你現在寫不出來的話 雲端白板裡面的邏輯函數 這邊有個程式碼 程式碼裡面的話 就會有我剛剛寫的第一段 第二段第三段 其實你這邊把它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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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結果會一模一樣 好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來 切一下 所以就把它熟練啦 所以真的 其實這東西其實是說真的 你熟練之後你才有辦法去做更多的變化 那萬變不離其中 這些都是將來城市的基礎 為什麼 因為將來資料一定會是很多 很多的話就要不斷的就回圈嘛 你告訴他說哪一列到哪一列 甚至哪一欄到哪一欄 給他一個範圍 他就幫你把那個範圍的資料 不管那個範圍 有幾百萬筆的話 他一樣照樣全部幫你跑完 好 而且不囉嗦 不拖泥帶水 其實電腦最大的優勢就是說 他的處理的效能非常的快 瞬間就可以處理非常多的資料 所以其實 你要使用電腦啦 一定要注意 真的是你要懂得 怎麼樣把那個電腦的效益 發揮到最大 而不是說你要用人工的方式 否則你根本不需要用電腦啦 OK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先試著 把剛剛前面三個按鈕先完成 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 就是第四個按鈕吧